怕我说了 让你这个当老大没面子是吧 妈 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你才搞不清楚状况 她有没有告诉过你 这么多年来 她不是没有想要认女儿 但是在她心里面 那个女儿从头到尾都不是你 你们高中的时候 这位赖先生回来过游亦祥 来干嘛 来认女儿啊 但你有见过她吗 没有吗 也就是说你们都叫游婉婷 你们都是同一个爸爸生的 但是她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 要认你这个女儿 你现在是在说什么 我在说什么 你老师最清楚 因为几条到尾都把我女儿当备胎 不过 我觉得你当被胎当得挺开心的吗 连这种人你都认 还叫她爸爸 你会不会太可笑了 小婉的妈妈 我觉得在大家面前这样讲自己的女儿 应该不太好吧 你是大碗吧 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说话 我一直很欣赏你耶 但你太搞不清楚状况 甚至还选边站 看来 我真的太高估你了 苏兰 你都没有变耶 这么多年你都一样 永远把气氛搞坏搞僵 这样你会比较开心吗 小婉她今天什么都没有 好了不用帮我讲话了 我自己的妈妈我最清楚 现在这种场合 她会把我搞到惭愧痛哭 她是不会放弃的 但这一次 真正好笑的人是你 搞不清楚状况的人也是你 反正你只会老掉重弹 说什么为了养我 你有多辛苦 我有多不值得被人家疼爱 这些话我都会背了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而且这一切本来就都是假的 这倒是戏 阿公对不起 我是跟这位赖先生谈好条件 拿了他的钱 回来演他的好女儿给你看的 为了让你退出 不要竞选相掌 你今天来讲这些 就是为了让我伤心吗 但不好意思喔 我是假爸爸的假女儿 他不给我钱我才会伤心啦 反倒是你 我看你根本就没有放下赖先生 因为你才真正是被当作备胎的那一个 你为什么就不可以放下这一切 放过你自己啊 你别说 你别说 你为了让我伤心吗 你不是我这样子吗 你不可以放下来